这下真的被A股跌服了,你服也得服,不服也得服, 给跌到没有力气说话,股市日线六连跌, 连跌六个交易日,惨不忍睹。 当你觉得连跌六天已经很惨了, 你要是再看周线的话,更是惨不忍睹, 连跌六个星期啊,就是一个股市可以连跌四五十天, 估计是什么罕见啊,你说谁家的股市能连跌四五十天? 唉,没办法形容,你看这阴线,我的天哪, 这阴线简直了,连均线都碾不上, 你看,现在的股市连均线都碾不上,就是这么惨烈。 有一首歌特别好,叫做什么? 爱是一道光,绿到你发光。 大家应该听过这首歌吧,爱是一道光,对吧,爱是一道光。 然后呢,你要是把它换成A股的A呢, 你可以认为A是一道光,绿到你发光,反正都是绿的,满屏都是绿色,各种绿。 最近呢,这不是开玩笑啊,最近呢,韩国的一个讲财经的播报, 播报什么呢?他说两年六十次,一下子给人家笑坏了,你看到没有。 韩国电视台,这次播报中国股市,他说两年中国股市六十次跌过三千年。 主持人都笑场了,这个主持人都笑场了,这道歌。 谁是怎么还有这么奇葩的市场?都笑场了,你看到没有,笑场了。 不管是这个男主播还是女主播,也都笑场了。 两年六十次跌破三千年,两年的时间又六十次跌破三千年。 卧底天爷呀。 哎呀,现在的A股真的是,你这个什么?你这个全球股市的估值,你看。 人家纳指一百,三十九倍的动态市盈率,标普五百,昨天二十六倍的市盈率, 人家照样创新高,看到没有?人家美股,对吧? 人家美股昨天,三十多倍的市盈率都能创新,咱们十几倍的市盈率都不能涨。 我们现在A股的这个平均动态市盈率是全球排名到所第一,看到没有? 恒生指数九倍,上次指数十三倍,或者是三百十一倍,全球排名第一, 连法国也没比上,连韩国的这个股市的动态市盈率都是咱们的两倍。 天爷呢,真的是天爷呀。哎呀,没办法形容啊,这个A股现在马上出了吐槽一下, 也没什么可以讲的了。然后昨天呢,出了一个金融稳定法,哎,完善金融风险, 其实他以金融稳定法,你有没有发现啊,其实他这个,他只是,你看他的名字叫做金融稳定法, 他又不是说金融上涨法,看到没有?咱们的A股只是用来稳定的, 他从这个根源的深处呢,就没想要他上涨,只是让他稳定啊,只是想让他稳定啊, 这个上不上涨不重要,只要稳定就行。 所以说你看叫做稳定法,看到没有?稳定啊,稳定是第一位的,涨不涨都是其次的啊。 所以已经说了,中国股市改革虽然滞后于日韩,但更加注重保护投资者, 价值创造,仅分红率提高就有望带动A股,股质提升5%, 瑞银说的,咱们股市改革虽然辞于日韩,这说明咱们A股本身改革比日本韩国还要辞。 今天讲到这个日本韩国的话呢,你看这个全球股市啊, 全球股市呢,这个日本股市啊,日本股市今天是大涨的,看到没有? 日本股市最近大涨了,看到了,马上日本股市要创新高去了啊,马上日本股市就创新高去了。 然后呢,全球股市呢,你看看最近的韩国股市,韩国股市呢,其实最近整体表现呢,还是不错的。 你看韩国股市最近,它是一个整体向上抬升的过程,看到没有?你看,韩国股市,地点抬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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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有且只有,你不需要怀疑就有且只有A股,有且只有A股是下跌的。 在去年也是这样,在今年也是这样,所以说都没有办法形容,真的是,A股再跌就是跌四年了,连跌四年啊, 今年股市要收到年底的时候再跌,就是连续下跌四年,连续下跌四年,你知道什么概念吗? 我的天爷呀,真的是,连续四年下跌,那真的是,哎,真的是太恨度了。 然后这A股怎么办呢?然后呢,最近大家一直说的这个转红通,一直说的转红通,一直说的量化, 其实说实在话,这个淡冰昨天就讲了,淡冰就讲了,暂停转红通和量化, 其实你暂停转红通和量化,最多就是找个替罪羊,而最多是找个替罪羊, 这个替罪羊他找到过之后,可能A股还是会下跌,不是说你停了量化和转红通, A股就会涨,他这个什么呢?他就算是把量化和转红通停了,估计A股还是不会涨, 这个代米讲的还是有点道理的,因为我们这个股市它这个从根源上是有问题的, 你看它都稳定,它要求的只是你稳定,它又没有说到你涨上,就跟国家的护盘是一模一样的, 不要这个护盘永远就是,你不是跌了吗?扶一下,好了不跌了不管了, 你上不上涨永远不重要,只要不跌就行了,上不上涨不是最重要的,只要不跌就行了。 所以说昨天我还在讲的时候我就讲,美股最近纳指跌了, 咱们要不要考虑买点纳指,结果人家纳指昨天就涨起来了,没来得及出手, 哎,要不然买点纳指好了,因为美国股市它的根源是什么? 美国股市根源它是希望美股上涨的,就是美国它可能从上到下, 它都希望美国股市是上涨的,包括普通的股民,包括这个机构资金, 它都希望美国股市上涨,因为美国现在欠了这么多国债, 你要是有资产还嘛,可能还好一点,你美股要再跌了,那资产下降不是更有问题吗? 但是你看咱们A股的初衷它就是稳定,你不要跌就行了,至于涨不涨不是重要的, 它这个根源它就是有这个,可惜这个纳指昨天没买, 今天纳指我们普通的股民也是可以考虑纳指的, 今天纳指涨了1.5个点,哎,昨天没出手太可惜了, APO新规7天显微,6月APO测口仅仅翻倍, 至去年7月到今年5月,单月APO测口数量最多为51个, 然而到6月24号6月以来的测口数量已经达到了83个, 你看看厉不厉害,你看看厉不厉害,今年4月份的时候APO测单一共达到了51家, 创造了历史,结果6月份,现在才6月26号,测单的数量已经有83个了, 而测单就是撤销APO的数量已经有83个了, 那你说是APO新规7天显的神威吗?不是A股新天显的神威, 但是这些公司要是去年的时候都能上市啊, 这测单的这83个,要是放在去年放在前年他们都是可以上市的, 所以说你想想前面三年,三年的时间上市了1800家公司, 三年的时间上市了1800家公司,而三年总共退市了100家公司, 你说说这些公司马上都要解禁了, 到时候老板肯定要忙着卖公司了,这股民承受得了吗?承受不了呀,承受不了呀! 今天时尚唯一的热点,OPOA外共谁的V谁的G, 你看我们A股现在真的,我就感觉A股现在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, 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呢?就是专业名词叫什么? 啊,叫那个什么,雨中灯,风中烛,什么叫做雨中灯,风中烛啊? 就是这个,大家知道这个,嗯,灯,灯火啊,它是,对吧, 它灯火,它,它要是淋雨了,它不就被浇灭了吗? 你想想这个雨里面,它怎么会,这个灯怎么能在雨里面长期存在呢? 风中烛,什么是风中烛啊?就是那个烛火,你想想, 那风挂来挂去,随时就可能把烛火给它挂灭呀,所以说叫做雨中灯,风中烛, 我们A股就像,就像,就跟那个雨中灯,风中烛一样,就弱不经风,就随时可能就不行了,随时那个风就把那个灯给吹灭了,随时那个雨就把那个灯给浇灭了一样,啊, 你看,有,有,有个什么行业有个利好,蹦呆一下,第二天马上熄火,然后呢,没有利好了,就,就短了一躺,然后就不行了,你看昨天,对吧,欧佩佩说了,啊,我不给你用这个恰恰GPT了,好了,咱们今天A股的什么,人工智能啊,什么克拉讯飞啊,什么360啊,涨了一下,要没有这个消息,要是没有这个消息,连蹦呆可能都不蹦呆一下,啊,这个蹦呆的时候,市场流动性就这么多,那这些蹦呆的时候其他又跌了,你谁说你看, 你看咱们的A股,你看这,心累啊,真的心累啊,炒A股真的心累啊,等美股哪天再跌了,还是去炒美股,买美股的ETF吧,啊,咱们还是哪天去炒一下美股的ETF指数基金吧,这个只能炒到美股的ETF指数基金了,A股这个已经是,哎,已经是没办法形容了,至于,就算是A股现在,你看这个成交量, 只有3100亿,今天全天的成交量呢,可能会跌破6000亿,就今天啊,大盘全天的成交量呢,可能会跌破6000个亿,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,已经是病入高荒了,啊,已经是病,本来是准备下一季猛要把A股赐回来,但是呢,它永远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,啊,人家搞注射制,咱也搞注射制,好了,注射制, 人家注射制,上市容易,对吧,退市非常严厉,好了,咱们上市容易,没有退市,好了,A股撑爆了,三年上了1800公司给撑爆了,啊,别人的注射制要退市,咱们也跟着退市,但是别人退市,它是有赔偿的呀,所以说股民不怕退市,好了,咱们这个退市,毛线都没有,也没有赔偿,就是退,退退退退,实行退,好了,就股民一下子亏的都没有了,啊, 结果现在大家都风声鹤唳了,啊,风声鹤唳了,说这这这这这万一踩到一个雷怎么办,万一踩到一个退市的,不是不是不是一毛钱没有了吗,大家也不敢买了,啊,场内的黄黄不可终止,场外的也不敢进场,就是你看这个每次他,每次都跟别人的不一样,你你你学呢,对吧,他就是学呢,就永远学那个最简单的,因为上市多简单呀,上市只要对吧,嗯,当好人谁不会啊,我也会去审批啊,对吧,但是轮到当坏人的时候, 没有人愿意当坏人,没有人当的,没有人愿意当那个恶人,比如说这个罚款,退市人家有赔偿,咱们没有赔偿,那赔偿罚谁,对吧,那没有人罚啊,没有人愿意当恶人,没有人愿意当恶人呢,那就这样了,不就变成这样了吗,哎,这个,有句话轩讲的特别好,对吧,常太习一眼替习,哀民生之多奸呀,他这个是哀民生之多奸,他这个民肯定是包括苦民的, A股明之多奸啊,咱们的A股现在已经变成了自动扣款机,只要一开市就是自动扣款,只要一开市就自动扣款,就这么惨烈